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迪丽热巴的腰有多细? 直接能卡住头孤,显得一旁的攀岳名头更大了。 迪丽热巴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外号叫做胖迪。 胖迪这个外号是来自于迪丽热巴本人的一次纪录片采访中的一句话。 当时的采访内容是关于迪丽热巴爱吃的话题。 他回答道,我有时候也会吃很多,所以有人叫我胖迪。 尽管外号叫胖迪,可他真的一点也不胖。 在《你是我的荣耀》电视剧发布会上,迪丽热巴一席一席高定吊带纱裙,搭配黑色丝绒发带。 甜美感爆棚,完全就是一个精致的在桃公主。 当天的热巴状态很好,细腰盈盈一卧,就算是穿着最小号的牛仔裤。 因为腰太细还是会一直往下掉。 随后他拿起手上的发孤,就这么顺手地卡在了腰上。 这的戏成什么样才能往腰上卡头沽,而且镜头上会拉宽人的比例。 实际上看,他应该比镜头上看起来更瘦。 网友瑞平,旁边潘月明的头都比迪丽热巴的腰宽。 潘老师,讨厌一些没有边界感的网友。 迪丽热巴瘦归瘦,但却不是单纯的竹竿身材, 他身上的肉好像都很懂事。都尝在了该尝的地方,腰臀比都是非常完美的比例。 刚出道时期的迪丽热巴跟现在比起来确实是要胖一些。 上镜会看着比现在肉多多一点,所以才有了胖迪这个爱称。 但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,迪丽热巴的身材真的跟胖一点都不沾边。 印象里他从未真正胖过,应该是平时非常自律的结果。 迪丽热巴整体的美丽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外表和身材, 更是因为他的努力和自信。 他通过健康的饮食,适当的运动, 适当的穿着来保持身材线条和体态。 同时拥有自信的气质和美丽的内在美, 才能做到每一次在红毯上的亮眼表现。 所以追求美帝同时,不要一昧追求受恶。